雲在監視器拍下闖空門的男子 從三米半高的二樓跳下來 摔傷雙腿 想爬起身 沒多久又痛到坐下來 最後乾脆打電話叫計程車 送他到醫院 男子闖民宅偷竊摔斷腿 他坐在旗樓 計程車司機到場 男子說他無法自己行走 要司機幫忙攔扶他 不過男子痛到連走路都無法 只能用爬的上計程車 警方表示這名竊賢 從苗栗跑到嘉義水上闖空門 被女屋主發現 員警貨報查詢 得知竊賊被載到醫院就醫 火速趕往 果然發現竊賊的雙腳大上石膏 坐在輪椅上頭 立刻將他帶回監局 竊賢公稱說是要到該戶 找他的朋友 然後經見屋主 並非他的朋友 驚慌之際便從二樓往下一跳 竊賢落網公稱 他當時是找朋友認錯房子 擔心被當成小偷才會落跑 但他的理由實在太瞎 加上有監視器畫面 以及屋主的鄰居指認 讓竊賊無法狡辯 怪怪被移送法辦 最後 顧問陳雅顧家裡報導 而言之 kö 2 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